JJ说茶 喝茶可以代替喝水吗 大家好 我是JJ 今天要带大家简单快速的了解 喝茶可以代替喝水吗 嗯 夏天的天气这么严了 才刚踏出门 是不是就感觉到额头开始冒汗呢 然后刚刚好不容易化好美美的妆 也开始脱妆了 不管你是开着车或是骑着机车 沿路上大大小小的饮料店 手摇店再给你招手 不管你是有糖还是无糖的 长期以茶带水 身体恐怕会出问题耶 有人会常说 茶不就是水吗 茶就是用水泡出来的啊 我喝茶同时是在喝水啊 为什么不可以 茶和水不一样 茶叶中含有茶解 所以喝茶可以提醒醒脑 但如果过度饮用 大量茶减刺激之下 可能会导致失眠的情况 再来喝茶有力量的作用 但如果大量的饮用龙茶 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肾脏啊 龙茶对肠味道的刺激比较大 大量的饮用龙茶可能会导致肠味道的不适 对于有一些长期饮用龙茶 但不喝水的人来说 反而会加重身体缺水的情况哦 正常人每天需要至少1500系续左右的水 才能满足人体新陈代谢的需要 喝茶所摄取的水并不等同于水的摄取量 茶水里面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对身体有益 但有些物质摄取过多了反而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哦 所以喝茶的同时也要记得喝水 喝茶是个好习惯 但是喝茶也要适量哦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继续补充茶知识